所以如果说中国民主化了 那么台湾的威胁也就减轻了 如果中共仍然是这样的一个高压统治 是这样一个专制独裁 他对台湾的威胁始终是存在的 然后我还要去那个台湾的那个凯道 去总统部门后上访 那个赖清德我 我1450新台币经费呢 他说人在干 天在看 有一点粗鲁的 但是推翻一个保证 或者一个保证 这个可以 对不对 哈啰大家好 189 今天非常临时的 被通知说这个中领馆这里 洛杉矶中领馆这里有抗议中共的活动 12日正值中共的国庆 11国庆嘛 所以今天这些这个海外的中国人 那些这个藏族还有围族朋友 就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是来抗议中共对于中国还有香港的统治 你几岁啊 你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我刚刚18 刚18 对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香港 那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种抗议中共的活动 不是 已经参加过好几次了 每年的六四 还有十一我都会来 然后我是大概在两年多前 自己一个人来美国 自己一个人来 自己一个人来 那你们你自己国内的父母呢 他最后我离开之后 他们也担心会被国安什么骚扰的 所以他们决定也去移民去英国了 英国怎么不一起来美国 没有因为我当时想离开的时候 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的想法 他们也还是觉得 不要粉红一些 对 不要粉红一些 所以呢 就决定 好吧 你自己想说走 那你就自己照顾你自己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跑来美国了 你很勇敢 谢谢谢谢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跑出来 你听说过乳透社这个YouTube频道吗 有听过 他被封了吧 对 但是又不停的复活了 对 然后呢 我就是参与了他们的一些工作 给他们投稿了一些 恶搞习近平 乳包的一些作品 然后就被香港警察国安处 在农历新年期间 就上门拜年了 怎么找到你的啊 我好像不小心那些我也没有特别用VPN 也没有甚至有时候会把自己生活照发伤 还会在粉丝群里跟大家聊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应该就这样被定位到了 所以有被请去喝茶 对 有被请去喝茶 是 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新闻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啦 现在我们台湾越来越多的这个反对台湾政府的年轻人 会在说台湾政府非常独裁 比共产党还邪恶 那你自己是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我敢在这里美国喊 打倒拜登 打倒蔡英文 我也敢喊 打倒习近平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同样道理 你现在能够说你不自由 也已经是一种自由 甚至你在中国 我记得在香港 那些香港警察抓我的时候 他就香港警察问过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问我我是怎样侮辱习近平的 我就差点没忍住想说 我把他习近平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 再模仿了一遍 但是我忍住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肯定不会接受这个答案 你这不就是直接打他脸吗 但是你现在能够说觉得你不自由 你能够表达出你觉得不自由的时候 而没有任何法律的后果 警察不会来骚扰你的时候 这已经就是一种自由 是 我相信很多人会说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收了美帝的钱 或是台湾的钱 你怎么看 那个拜登我钱了 这是什么 这个我要去白宫门口上房讨薪 上房讨薪 然后我还要去台湾那个 你会被解放我跟你说 对 然后我还要去那个台湾的那个凯道 去总统部门口上榜 那个赖清德我 我1450新台币经费呢 一个评论你1450 我觉得他们说收你钱这些人 就是蛮坏的 谁会想要背景离乡 跑到他国异乡去做这些事情 是吧 对 他他我觉得如果就仅仅是为了钱 100万都不够 又怎么说你要是去完全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 你要去一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 一切你要重新开始 你在这边没有任何的人 你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 全部东西你都要自己去开始 大家同一个政治观点的人 要大家互相扶持 这事情是一个开荒一种拖荒的感觉 其实老实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们来一句广东话好不好 不然人家说你是演员 好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好谢谢 想请你简单跟台湾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还有为什么要在这个华盛顿国会举办这个中国论坛的活动 好的台湾朋友大家好 实际上对我来讲 我们一直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曾经去过一次台湾 我在台北我才发现实际上我们心目当中的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风格 台北更适合 我们中国大陆现在被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 已然是一个党文化国家 就没有传统没有文化 对于我们来讲 筹办这次会议主要也是基于 首先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 我对大陆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我有很多亲人有很多朋友都在大陆 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习近平从2012年执政开始 这十几年中国现在是非常的这个疯狂倒退 所以呢这个民怨沸腾 那么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都很黑暗 那我们就在想我们能够有机会逃到海外 那我们怎么样对推动中国民主能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我本人呢曾经是学习苏联历史的 那我也是做过几年中共党史教员 那么在这个中共建政75周年这个事情呢 对我来说就非常敏感 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是在当下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附近推动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 中共有个传统就是逢武逢十它要大庆 那么这个75年呢中共要举行大庆 我们就在跟海外的朋友商量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好好地站出来探讨中共这75年来 对我们所有生活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这种迫害和摧残 所以我们想集中探讨这个话题 然后我们的朋友呢大家也都很支持 所以我们的就很顺利地筹避这样的一个议会 比较好奇是像我们台湾年轻人会比较不了解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要支持他国的民主化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 就是中共它是世界的威胁 它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和秩序 所以如果说中国民主化了 那么台湾的威胁也就减轻了 如果中共仍然是这样的一个高压统治 是这样一个专制独裁 它对台湾的威胁始终是存在的 谢谢各位所以我2018年来到美国以后呢 我就筹办了一个光传媒 我们这个媒体呢它是这个办智库 我们主要以这种文章和论坛为主 一直以来呢我们这个媒体呢 其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它能够做得更好 做得更专业 谢谢 谢谢 我是市政协委员 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它都是这样 它很野蛮 它施工野蛮 管理野蛮 它不宽利这些 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呀 它是人人都没有安全可以保证 像金融领域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它都会就是银行行长也好 信贷部也好 他们都是最大限度的给自己捞好处 所有的案子到他手里头就是回扣 所以你要不给他钱 他就会刁难你 最黑暗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检法 尤其是法院 法院不守法 这是个普遍现象 我们国家的媒体 就是中国的媒体吧 他东边说你就要西边听 你绝对不能像他说的 他说什么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不是 他现在说要搞好团结 实际上就是什么 他现在说你是我们自己人 你以前就不是自己人 现在我还在忽悠你 你变成自己人了 那你得从心里想 我更不是你的自己人了 你说我是自己人 我更不是你自己人了 现在习近平当局 他们这个倒行 你是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就是中国急需根本的改变 所以今年全国两回开幕的 当天我发了一封信 全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都看到了这封信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一下子把他们都暴怒吧 一个这封信呢 当时封得很紧 所以很恼火 专门成了一个专案组 叫616专案组 我就想起来法兰公司 610专案组 我也是我们省三自的一个 封医书长和副总干事 那我是这个教会的法人 那现在呢 就是把所有的你的职务 都给你撤掉 然后把我的教堂给我拆了 拆的时候就是 在复活节当天拆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恶呀 你就是你如果正常的人 那你都超过你想象你知道吗 他觉得这个事情 我反共嘛 反对习近平嘛 所以他可能会很暴怒 他就会查跟我相关的 直系的亲属 实际上不是这样 所有的跟我们相关的 一笔一笔账的查 一个一个人的过 我们有些都很多年 跟我没有联系的人 最近也都在这儿找我 说什么事啊 说这个在查你 我就感觉到这个国家 他不能这样 对人民这么的实施暴政 任何一种为这个国家尝试 做出努力的人 推动民主的人 他都会这么写心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没救的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像我一样 成功人士 体制内的相当多的这些官员也好 各级的这些领导也好 他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 就是这个国家 在快速地滑向灾 我们要按照实施求是的方法 厘清这个局面 美国政府要面对这个现实 积极调整美共关系的基本方程 这个未来中国呢 它必须要遵守人权之杀 和民主自杰原则 彻底的要抛弃大立统的观念 尊重各个族群的选择 就是说共产党是非法的主则 党员就是犯就是犯犯 对 不要以为到党员 我们是无知的参加了共产党 没有这回事 你是共产党员 你就是犯犯 你不想到的话 你会去退党 就是我在这里 我也想讲一点点李克强 李克强呢 他也不是个圣徒 他不是民主人士 他还是一个中共的党 但是 他最后的议论 一周前他死亡 他给了一个很强烈的议论 他说在他的议论 他说的 人在干 天在看 有点粗鲁的 但是推翻一个保证 或者一个保证 这个可以 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能够提供这些 而且非常有趣 中国的宪法 有五个权权 五千权分立 首先 欢迎各位从全球各地而来 同时有着悠久文化的国家 探讨古老的 世界上最黑暗的独裁的 中国的未来 以及如何终止中国国际权统治 实现中国宪政民族转型 中共的实质 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 黑社会特点的 封建江湖会党 之黑帮统治体 至今 中共仍然不是一个 现代文明社会意义上的 国际通行的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起源于1931年 在江西瑞金成立的 中华苏维埃政权 他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苏维埃 那么他们的货币是卢布 由苏联和共产国际 从思想 经济 军事理论到设备 的权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这样一个苏维埃 瑞金共和国 他们在中国大地上 进行着分裂的内战 和武装科剧 极大的影响了合法的 中华民国的有效治理 习近平之客 不仅在于建立高压警察国家 特务治国全面倒退 使中国人民蒙兽 施二抓罪 而是以个人之私 绑架了国家和国民 严重影响了中国 在世界上的国家声誉 和民国民形象 并延击无辜海外华人 最重要的是 或更重要的是 用复辟倒退 扭转了改开以来 中国民族宪政转型的方向 改变了千年难遇的中国国运 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参与 世界和平发展 并以至贡献智慧的机会 习近平的倒行逆时 造成中国经济的下滑 和国民的全面危机 那么社会到了一种崩溃的边缘 就是天下幸亡 匹夫有责 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好了今天这个临时的小短片 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们不相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帅小夏天见了 掰